判罪者四 第二十一章 联系 想陆飞飞不讲 急匆匆走出火锅舰的时候 我的心情无比沉重 当目光落在远处失大的建筑群上时 巨大的不安开始翻涌起来 我的乌鸦嘴又要严重了吗 三起命案当中存在的火把 这个绕不开的相同象征 如今又出现了脏气这个可疑点 这会是巧合吗 望着李健那神色凝重的脸 我想起了他经常说的那句话 刑侦案件中最可疑的就是巧合 可如果不是巧合的话 那不是意味着这起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连环杀人案 还远远没有结束 如果是 下一个受害人会是谁呢 他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死亡形态呢 身体受到损伤时又是哪种脏气呢 我们又要怎么去阻止下一次命案的发生呢 说说 行情好 给点钱吧 就在我脑海被分杂想法填满的时候 感觉裤子被人拽了一下 低头 我看到是两名小乞丐 原本我以为这是上次同取染和阳光一同撞见的那两个小孩 可惜借着路灯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不是 因为是两个小女孩 这两个小女孩的年龄不过十来岁 因为营养不良 所以看起来很是瘦弱 刺骨的寒风吹裂的不仅仅是那双 拽住我裤脚的黑乎乎的小手 那张稚嫩的脸旁也有很多伤痕 两双尚未完全退去的童真毛子里 藏着期待好人施舍帮助的渴望 你们的家在哪啊 蹲下身子 我将围巾系在抓住我的女孩脖子上 她看起来更弱小了一些 她张了一下嘴 却发不出清晰的声音 叔叔 妹妹不会说话 脚大的那名小女孩 说话时的眼睛一直盯着我送出的围巾 充满了羡慕 为什么不会说话 她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啊 先天机命吗 李健就站在我旁边 这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嗯 大女孩点点头 听奶奶说 妹妹从小就是这样 好像因为妈妈怀孕时酗酒造成的 怀孕时酗酒造成的 怎么当的妈妈 我心中暗骂一声 又轻轻问了一句 没有去医院看过吗 没钱去看 大女孩说完 低下头 表情也暗淡起来 你的爸爸妈妈呢 李健问 死了 大女孩说完 抬起头 那清澈的眼睛里露出了愤恨 从我机事开始 爸妈天天吵架 他们一吵就一整天 还赌博 另外 还是整天喝酒 从来都不管我们 如果不是奶奶 我们根本活不到今天 那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知道这句话不该问 但我想知道 那对不负责的父母 究竟落个什么下场 其实 我不知道他们死没死 大女孩咬了咬嘴唇 继续说 我只知道 从妹妹出生以后 爸爸的脾气就更坏了 经常打骂妈妈和我 那次 她把妹妹的奶粉钱偷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妈妈知道 妹妹不能说话以后 经常喝得跟死人一样 终于有一天 真的喝成了死人 哎 我不知道 该用什么语言 来描述此时的心情 只能长叹一声 你们现在跟奶奶一起生活好吗 是的 挺好 但是奶奶身体不好 没办法赚钱 所以我和妹妹只能每天出来 乞讨了 建哥 这种事情 难道民政部门不管吗 可能 可能因为他们是外来人口吧 李健说完 也蹲了下来 小朋友 你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吗 不是 大一点的女孩 干脆摇摇摇头 是奶奶带我们过来的 她说这里是大城市 好人多 就算乞讨 我们也能活下去 好人多 听到这句话 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望着那张稚嫩的脸 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李健掏出钱包 拿出了所有的现金 这些钱你们拿不去 买两件衣服 再吃顿好的吧 你说的没错 大城市 好人多 我忍住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也掏出了兜里的所有钱 回去 把这些钱交给你奶奶 记得跟她说 这里面有一部分 是用来给你买围巾的 还有 再买盒脸霜 谢谢两位叔叔 妹妹 快拿 大女孩 总算是露出笑容 按理说 你大一点 更懂事 为什么你不去拿 这不更保险吗 李健似乎也不放心 叔叔 我拿不了的 你看 大女孩说完 抬起了胳膊 你 你的手呢 看到被寒风 吹动的袖筒 我感到狠狠的 被抽了一下 没了 怎么没了 因为淘气 大女孩蛮不在乎的说 小时候 爸爸妈妈不管我 什么东西都能碰 什么东西不能碰 也不知道 有一次呢 到B压器上 缠着一个气球 我就想爬上去 把它拿下来 因为爸爸妈妈 从来没给我买过 可是 我在 很快就要碰到气球的时候 突然眼前冒了一个火光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接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面 手就成这样子了 他们不配做你的父母 李健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戴女孩身上 来 把钱藏起来 早点回家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且此时也不想再说 直接将钱塞到了小女孩手里 谢谢叔叔 怎么 你哭了 两个小女孩离开之后 李健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只是觉得 人性太难捉摸 他们的父母 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如果不我养 那 大可不必生啊 不生 怎么知道是不是儿子 健哥 你什么意思 你刚才没听清楚吗 李健看了看 那两道瘦小的背影 继续说 虽然 那个女孩说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也不难推断出来一个事实 她父亲赌博 极有可能是发生在她出生之后 换句话说 她父亲想要是一个男孩 那她母亲呢 重男轻女 我真不知道这种落后的封建思想 还要留存于这个社会多久 还要有多少无辜的孩子 因此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很显然 她母亲也是一样的心思 李健无奈地叹了口气 否则 她母亲 为什么从来不管她 可如果是这样 她的母亲为何 还要在怀着妹妹的时候酗酒呢 这一点我不懂 毕竟 投胎不是男孩 更消极希望于二太太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肚子里面的不是男孩吧 那怎么讲 我不知道李健根据什么得出这一结论 她父亲偷走奶粉钱 失踪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她的希望已经彻底毁灭了 你要知道 一些无德的医生 为了利益什么的事都做出来啊 李健解释了一句 剑哥 你将来是不是也想要我男孩 关于那两个女孩的事情太沉重 我不想再去说 于是转移了话题 我 李健愣了愣 随后笑了笑 七话生云 那句话说咋来的 生啥都好 女孩一样能养老 李健说完 便大话不误地向前走去 我刚跟上去 却发现她又停了下来 不由得有些纳闷 怎么了剑哥 疯子 你身上还有钱吗 我现在兜里比脸太干净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如果有的话 也给他们一下 顺着李健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到那两个小男孩 正相互搀扶的 在向街道上 寥寥无几的路人乞讨 他们 没必要施舍了 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的 我将曲软所说的 讲述了一遍 疯子 你说的对 人性是最难琢磨的 我们走吧 李健说完 抬头拦了一架诸租车 人性的复杂 远远超过任何一件案子 所以在抵达市局之后 我没有和李健探讨人性 而是调出所有的卷宗 这就是目前掌握的一切情况 咱们看看能不能理出个头绪 但愿吕靖的死是结束 而不是开始啊 可根据你的分析来看 这十五八九就是开始 李健说完 仔细翻阅起卷宗 两井之后 他抬起头 疯子 卷宗中记载的 跟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三个难题 第一 脏器的损伤 是不是这起连环案的 共同隐性象征 第二 如果是的话 我们要怎么推断 下一起命案发生的时间地点 和受害人 第三 要采取何种措施 才能阻止案件的再次发生 李健说的这三点 也正是我心中 忧心重重的事 毕竟 以我目前掌握的线索 还无法做到有效的判断和预防 健哥 你觉得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不管怎么说 李健都是刚刚借助此案 他或许能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做出审视 我也不知道啊 李健 揉了揉太阳穴 正如你之前所说过的一样 案子的难度 在于自杀和他杀 都能说得通 而且还都符合逻辑 从井这么多年 办了这么多案子 我还从没有遇到这么诡异的 自杀和他杀的确都能说得通 这就好比是一架天平 可案子里涉及的东西 是无法用砝码那么精准的 总会出现偏沉的现象 我觉得这架天平一定是倾斜了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吧 方大 既然咱们都这么认为 那就该把细节重新捋一遍 看看这天平到底倾斜在哪里 好 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和李健都在对案情进行梳理 我的侧重点 当然是尸体现象 以及尸体检验结果 而李健则从行为痕迹学 对案发现场提到的一切 做细致的分析和揣摩 哎呀 还是找不到头绪啊 疯子 你那边怎么样 时钟指向了凌晨三点 李健疲惫的站了起来 同样不乐观啊 我也伸了个懒药 剑哥 你说我们到底忽略到哪了呢 法医物证的相同点 是三起案子中 少害人都出现了 脏器的损伤 虽说我们不相信是巧合 可若细致推敲起来 似乎并找不到什么人为的存在的痕迹啊 李健掰起手指 这第一呢 脾胀损伤的 是车祸经常出的现象 第二呢 其量是自杀身亡 弹簧刀刮伤了心脏 第三 吕静的慢性肾病啊 也是长期高原的结果 从人身 心肝脾肺肾 五脏角度来说 脏器的损伤 可以成为三名受害人的相同 真相之一 可从形式侦察角度来说 这些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毕竟不同人的气荡损伤 找不到任何可以人为控制的可能 难道这真的只是巧合 既然从法医物证和痕迹学角度 都找不到脱骨口 那我们不妨晃个思路 李健拖着下巴盯住卷宗 比如呢 比如少孩人之间联系 李健指着这照片 当年车祸案时间间隔太远 我们暂时先排除不管 把注意力放在十大梁启明案上 看看这两名受害人或者梁启案子 本身有没有什么联系被我们忽略了 根据调取工作来看呢 受害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唯一相同点是他们都是孤儿 都是靠人资助上的大学 那么梁启案件本身呢 李健又问 案件本身望着杂乱的桌面 我不由的陷入到沉思 这梁启案件本身究竟有着什么联系呢 健哥 我知道梁启案件的联系是什么了 当目光反扫墙壁和画板之后 我感觉自己终于抓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快说 李健顿时来的精神 提示 提示 李健皱了皱眉头 疯子 你说得清楚一下 这第一起名案当中呢 提示了第二起名案受害人的信息 是什么 色彩 我指了指照片中的墙壁 色彩 色彩 李健口中一遍遍的呢喃着 好一会儿猛的醒悟过来 你是说第一起案件中出现的色彩 对应的是第二起案件中受害人所需的专业 没错 李健就是学美术的 有道理 李健点点头 随机又问 那么第二起案件中是不是也留下什么相似的线索呢 我觉得有 是什么 歌声 判罪者四 第二十二章 房范 想陆飞飞博奖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我还无法确定 提示究竟能不能成为这起连环案的突破口 但并不妨碍我和李健顺着这个方向梳理案情 方范 你说的歌声是什么意思 案发当晚 曲染和他的老师江敏都听到梧桐湖内里面传来的歌声 唱歌的人很可能就是吕静 证实过吗 曲染说歌声传来的时候 他曾经去窗边观察过 借着路灯 看到一名女生坐在湖边的石凳上 怀中抱着的相机的画板 他的话可信吗 李健皱了皱眉头 可不可信我无法确定 但你知道我暗中调查过他 没有任何的可疑 说完 我指了指案发现场的照片 无论曲染还是江敏都曾经确认过 他们听到歌声的时候是晚上零点十五分左右 这满足吕静出现在湖边的条件 首先自从齐亮案发生之后 整个师大都是人心惶惶的 没有哪名学生会在那个时间出现的梧桐湖边 毕竟谁都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除非有学生主动求死或者是受制于人 比如说吕静 其次 据走访排查了解 由于吕静所学专业花费比较大 加上他的经济状况不很理想 所以学校方面对他以及他情况类似的学生都颇为照顾 比如放宽了他们外出兼职的时间 因此 查宿舍查不到他也是能够说得通 最后 倘若出现在梧桐湖边是别的学生 那么一定会留下来曾经活动的痕迹 可事实证明 无论是湖边的足迹 还是留在现场的唾液 都属于吕静的 综上所述 曲染当时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吕静 进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歌声就源自于他 别的学生或者老师有没有听到歌声 李健对这方面情况显然不很了解 没有 没有 对李健来说或许是个疑点 所以他继续追问了一句 那么大的学校 那么多老师和学生 为什么只有曲染和江敏听到歌声 其中有没有可能藏着什么猫腻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摇摇头说出自己的依据 因为那天晚上江敏发高烧 曲染曾经打开窗户通风 所以他们才听到歌声 说着 我指向了照片中宿舍楼 相较于铝合金窗的学生宿舍楼来说呢 使用了宿钢窗的职工宿舍 密闭性更好 加上那几间大风降温 所以没有人会在那个时间打开窗户 至于学生没有听到 那就更好解释了 除了那几座废弃的寝室楼之外 新建的所有寝室楼都离梧桐湖比较远 莫说是轻吟浅唱的歌声 就算是私生力竭的哭喊也不一定能够把人惊醒啊 如此了来 他们听到歌声只是凑巧而已 排出了这个可疑点之后 李建又问我 当时烧怀人唱的什么歌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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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呢喃着 李建开始在屋子里踱步 好一会儿才听到我跟前 方子 如果这起案子真的没有结束 如果是真的有提示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下一名死者就属于 就读于音乐系 但这如齐亮一样 我想李建暗中提示 也是有着其他两种意义啊 建哥 你说的是生活和心理 继续说下去 其实 我的所思完全是受到颜色的启发 在齐亮暗中 色彩不仅仅提到了提示的作用 同时还告诉我们 齐亮当前的生活 以及心理变化 以此为前提 那是不是说明 天亮了这首歌 也意味着另外一层抑郁呢 如果有 所说的必然是父母 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就是父母在缆车坠地的危难关头 托起了孩子 所传达的真意 就是父母给予孩子的那份挚爱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似乎又有了说不通的地方 吕靖本身是一名孤儿 他是没有爸爸妈妈的 会不会跟资助的人有关 李建 沉思少许提出了一种可能 无法确定啊 我指了指卷宗 高队他们做过调取 暂时没有找到任何资助人的讯息 无论是齐亮案还是吕靖案 都是如此 不应该啊 李建很是不解 我知道有些社会爱心人是比较低调 他们做好事不留名 可齐亮吕靖 他们通过何种区调受到执着 这些总该有能查到吧 啊 高队他们正在查 我相信很快就有结果的 我不想继续在这种问题上 跟李建纠缠 所以赶紧转移了话题 建哥 如果我们已经找到图铺口 那么就必须尽快布置下去 避免再有人受害的同时 尽快将真凶找出来啊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高阳 李建说完 掏出手机 分析讨论 布置如下 第一 尽快跟校方取得联系 调取音乐系中 所有贫困生的讯息 尤其是 要注意 是父母双亡的孤儿 第二 尽快查明音乐系中 哪名学生的家庭 和天亮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相似 第三 跟校方进行沟通 看是否有学生参加了地方机构组织歌唱比赛 或者 学校附近 有没有打算举办晚会之类的活动 第四 继续追查资助人讯息 如果难度太大 必须挖掘出齐亮和吕镜 受资助的渠道 第五 赶往学校医务处 调查近期拿药看病的学生信息 尤其是要注意 肺脏以及肝脏方面的 第六 歌分局侦察队 调出人手 派便衣进驻师大 密切关注一切可疑动向 第七 给学校保卫处下达通知 让他们全力配合警方行动 尤其是做好保密工作 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第八 我继续接触 渠染和阳光 进一步收集 与受害人相关的 有价值的讯息 第九 李健去梧桐湖复合现场 看看从痕迹角度 能否有突破 当预案 措施并制定 和布置下去的时候 已经凌晨无脸了 我和李健没有睡意 确定没有任何遗漏之处 就直接去食堂喂食 从歌分局刑侦队抽调的人手 事情 必须踪过雷大炮的 所以 他早就赶到市局 我和李健在吃饭的时候 将案情进行了汇报 得到了他的权力之职 当饭结束的时候 当师大再次变得熏消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全面铺开了 人多力量大 加上这起案子已经引起雷大炮 以及局党委的高度重视 所以 很快 就获得了一条 有价值的线索 高队 你说什么 晚上八点 食堂大礼堂 举办一场晚会彩排 方子 我们 已经跟校方确认了 情况属实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有一个 对我们很不利的情况啊 高队 这个时候就别卖官司了 赶紧说吧 这场裁判音乐系的所有老师都会增加 倘若情况如你和李队长推测的那样会有人遇害 那么很可能会引起骚动啊 这确实要做好防范 你们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由于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各自调查点过于分散 此时的人手恐怕是不足以应付这个场面呢 能不能先跟雷局多点人过来 高队 这个你不必担心 一来彩排晚上才开始 我们足够的时间做出部署 二来我们 大部分集中在十大的校园里面 很容易聚集起来 再说 不还有学校保卫处吗 把他们都动员起来 知道了 我这就去找保卫处了啊 高阳说完 挂断电话 结束和高阳的通话之后 我又打电话给李健 说明一下情况 他同我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 此时距离彩排还有八个多小时时间 相对来说比较充裕 其次 省城的春季检查行动刚刚开始 各分局都要面临警力不足的情况 最后 大批警力进入师大 势必会将事态扩大 万一打扫经车 便得不偿失 挂断电话的时候 李健复和现场的工作已经完成 便以警力 以及保卫处防范部署工作由他来完成 我继续自己的任务 行事挣扎这方面 我就不如李健 所以 对于他的安排 没有任何意义 收起手机 便朝着事先和 曲染约定好的火锅店走去 路上 李健给我发了条信息 我点开一看 是三个名字 是三个名字和几张照片 一男两女 都是就得于音乐系的 双亲早逝的孤儿 让我询问一下 曲染是否认识 如果认识 就多了解一些 所以 现在 见面之后 我便直接进入了正题 男生 我不是很熟 两名女生倒是认识 看完名字和照片之后 曲染给了我一个 还算满意的答案 那说说 这两名女生吧 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 这两名女生中 即将被举着火把和匕首的 莫格拉找到 判罪者四 第二十三章 人性 响路非非不讲 根据曲染的描述 我了解到以下情况 一 长发的女孩名叫孔和 性格比较刚烈 但极富爱心 在自己经济状况 很不理想的情况下 还经常帮助其他同学 每每说起这个人 无论老师还是同学 都不吝赞美之词 口碑极佳 二 曲染的短发衬托出的 不仅是她身躯的娇弱 还有骨子里带出来的 雀生胆小 在平常的生活习惯中 她显得有些不合群 只有当她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那股积极磅礴博的力量 才会迸发出来 三 从外貌 性格等特征来说 两人没什么丝毫相似之处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他们两人都是音乐系出了名的才女 四 曲染之所以跟他们相认识 是因为三个人同为话剧社演员 这种认识也仅限于同学之间的认识 并没有什么深层的了解和接触 五 本场晚会是为校庆所准备的 原本不光是音乐系 其他系的师生也都参加 可由于最近发生了两起案件 为了防范起见 校方压缩了彩排规模和时间 所以今晚参加彩排的 是音乐系全部师生外 加上舞蹈系的部分人员 曲染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倘若今晚真的还有人遇害 你觉得会是谁啊 这倒不是我泄密 而是我相信 曲染那股聪明劲 早就已经了解到 我向他打听这两名女生情况的动机 语气遮遮掩掩掩的 倒不如河畔拖出 增添他对我的信任感 为什么问我呢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徐法医 你这算不算泄密 我只知道 如果你的话对后续破案有帮助 算是立功 那好 我就直说了 曲染的眼睛扫过孔河和桑雪的照片 最终 手指点在后者的脸上 如果真的有人遇害 我觉得会是他 说说你的根据 曲染很聪明 这种聪明 很容易给人一种好感 加上我 暗中调查排除过他的嫌疑 所以 在此时 也就彻底打消了疑虑 好 徐染点头 徐法医 在说出我的根据之前呢 有些情况 我必须对你做出说明 这两起案子发生之后 虽然你们警方和校领导 都刻意采取了低调的处理手段 但已经传得人尽其知了 明面上 老师和学生都会避讳这个话题 可私底下却是议论不止啊 基于这些议论 基于案件尚未结束 还会有人遇害的假设 那么 就能得出 桑雪会成为受害人的第三点根据 首先 这起系列案件中 受害人有着诸多相同和相似点 他们都是孤儿 都是受到资助的大学生 平时生活中都有些不合群 其次 无论是其量还是吕静 不管是行为上的刻意回避 还是精神上的特立独行 都无法否认 他们有着性格缺陷 最后 其量也好 吕静也罢 都不是敢于和命抗争的勇士 而是容易被生活击败 催垮的人 综合上述三点 性格刚烈 人缘极好的恐吓 显然能够排除掉 所以 如果真的还会有人遇害 那只能是 切生胆小的桑雪 你说的有道理啊 我也更倾向于后者 对于曲染的这番分析我赞成 毕竟 这些象征 都是相当明显的 我可以当作是徐法医的夸奖吗 曲染歪着头笑了笑 当然可以 我点点头 又问他 你还记得 那首歌吗 就是那晚你在窗边听到的 天亮了 是的 记得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的是 你听过孔和或者桑雪唱这首歌吗 听过 曲染点点头 谁唱的 他们都唱过 都唱过 是的 曲染解释说 我们三个都是话剧社的成员 去年呢 社里参加过一次电视电台组织的公益活动 除了表演两场话剧之外 还曾唱过几首歌 天亮了就是其中一首 所以我才说他们都唱过 是这样啊 曲染的话 不免让我有些失望 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可以 但有个条件 你说 只要我能满足 案件结束之后 没事都来看看我 可以带女朋友一起来吗 只要她愿意 我没意见 她可能会有意见吧 想到苏默的脾气 我发出了一声苦笑 那就自己来吧 曲染失神 我可以问了吗 问吧 我了解过你 无论是于老师还是同学 你的人员都很不错 你不光是话剧社成员 而且在学生会中也担任职务 我们都知道 在学校的活动组织中 学生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你作为其中议员 对晚会彩排了解不了解 徐法医 你想问的是节目单 是的 那我不知道 曲染摇摇头 这次晚会是校庆筹判的 据说很多部门的领导都会立临 因此 较之前迎新毕业晚会来说 不光是规格要高 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 我知道各系都准备了节目 但具体节目单是什么还真不清楚 既然如此 我们只能盯紧这两个女生了 当然 这名男生 我们也会多多留意的 说完 我将照片装了起来 徐法医 还有什么事情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先出去忙了 马上十一点半了 开始上客人了 云姐不是在吗 她中午是不来火锅店的 为什么 因为懒呗 曲染说着站了起来 有句话是这样说 美丽的女人都是睡出来的 一会儿见 曲染 杨老师什么时候来 你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一如往常 曲染对阳光不怎么感冒 曲染走出包间没多久 阳光便急匆匆进来 就迟到的事情给我道了歉之后 我们开始聊了起来 此时 已经是到了饭点 所以 我就想着把李健也叫过来 一起吃顿午饭 同时向杨光了解一下情况 毕竟我不是专业刑侦人员 涉及到刑事调查很多方面 无法顾及全面 可没有想到被李健拒绝了 他拒绝的理由 让我失落的心情 有了几分兴奋 因为他已经摸到了 齐亮和吕镜受资助渠道 目前正在了解详细情况 杨光是化学系的辅导员 并不认识吕镜 桑雪跟孔和也是如此 因此 我还是了解目标锁定了齐亮 李健的到来 让我了解到了色彩与心理的关系 从而推断 齐亮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 是因为恋爱 于是 这便成了询问重点 可让我失望的是 杨光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用他未经大脑思考的话来说 齐亮的条件 谁会爱上他呢 杨老师 既然不是双向恋爱 那有没有可能是单相思 以我的经验 暗恋是最为折磨人的 哎呀 这我还真说不准呢 杨光鼓笑一声 说不准 我放下筷子 杨老师 我记得你说过齐亮活着的时候 你做过几次他的思想工作 没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啊 杨光继续摇头 徐警官 我承认 我是说过这个话 可同时我也说过 他完全不配合的话呀 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的串说 齐亮就是不吭一声 所以呀 他究竟是恋爱了 还是单相思 我真的不清楚 那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他生前还有没有别的异常之错 过了一会儿 杨光才回答道 我知道的已经都说了 至于其他的嘛 还真不清楚 我知道了 杨光的样子不像撒谎 因此我只能就此放弃 杨老师 光顾着说话了 赶紧吃点 酒足饭饱的时候 我看到徐染正在忙着 也没有去打扰他 把钱给服务员之后 便走出了火锅店 杨光这里 没有再继续接触的价值 所以我便没有继续与他同行 而是一个人朝着师大校园走了过去 人 有着丰沛的感情 这主要体现在行为 表达和关注上面 就如同此时的我一样 走在人群西壤 热闹非凡的学府路上 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寻找那几名小乞丐上 这不是刻意的 纯粹是一种自然反应 只因为我曾经跟他们有过交集 无关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厌恶的还是同情的 走出没多远 我便看到了那两名小男孩 一如徐染当初所讲的一样 他们有些无赖的缠着路人 渲染着他们可悲的遭遇 从而最大可能换来人们的同情 当然 这种同情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 钱 命运不可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但我们可以选择与命运抗争的方式 这两名小男孩选择 在我看来是粗弊的 是低俗的 甚至是令人厌恶的 在他们放弃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以后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一个结果 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自己 目光略过中间 发出尖叫被缠的女声 我的目光转向了其他地方 那两名小女孩今天没有出来乞讨呢 我想知道 那笔钱他们是不是给了奶奶 也想知道小女孩有没有擦上脸霜 还想知道大女孩有没有买上一条围巾 更想知道 在我昨晚特意给民政局 以及辖区派出所 居委会打过电话之后 今天有没有人来核查情况 他们的后续问题 会不会得到解决 然而 一直到我踏上师大的校园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 这让我心中很是纠结 因为 这意味着两种结果 第一 政府会帮助他们 以后 不再乞讨于街头 第二 他们堕落了 急着挥霍那笔钱的 倘若是第一种结果还好 不过 如果是第二种 我真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们 确切地说 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 以后遇到这样的孩子 帮 还是不帮 这时 突兀的铃声 将我的思绪打断 掏出电话 我看到是李健 接听之后 他告诉我 资助渠道的事情已经查明 省城有着很多所大学 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件好事 毕竟 高考天志愿时 会有广泛的选择 可至于学校来说 那就未必了 在每年生源数量 没有太大变化之前 学校越多 则意味着竞争越大 相较于 省城的其他重点大学来说 师大处于全面烈士的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如何发展学科和招募足够的声援 也就成了最大的难题 二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势必要双管齐下才行 基于此 当时的校领导班子研究决定 在尽大努力的 把师大的软硬件工作做好的同时 要竭力争取更多的声援 比如从贫困身身上入手 从前年开始 师大便开始了和全国各地 偏远地区高中合作 较为针对性的选拔声援 以此来完成学校的升级和良性运转 这也是为什么师大的贫困生 比例高于省城其他学校的原因 但正所谓凡事开头难 师大善意的举措 却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起来 谎报 瞒报 领受了助学金 无故休学 退学的事情 屡发不止 甚至开展此项政策的第一年 也就是其量考入师大的那年 很多名单和账单都是极度不和的 声援数量提高的光纤背后 是很多黑心人勾结龌龊行径 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年负责此事的副校长 何志生 他利用职权勾结某些中学负责人 操作此事大做文章 从中谋取了大量不正当利益 但纸究竟包不住火 随着制度越来越完善 随着声援数量越来越高 随着财务透明 随着何志生的退休 随着因为学术问题 敢跟他拍桌子叫板的新任副校长 严肃的实名举报 这只蛀虫终于被揪了出来 但可惜的是何志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于两天前晚上投河自尽了 剑哥 刑侦阵队那边怎么说 何志生是实大前副校长 那也又意味着市局这两天 在同时侦办十大的两起案件 虽说在同一所学校办案 雷大炮又有对两起案件的统侠权 但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毕竟完全不同 加上很多办案在侦办的时候就要保密 所以我不知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哦 我已经问过雷局了 案发之后分局的同事和法医都去过 初步检查 结论就是自杀 这个没有疑议 哦 那就好 只要跟我们正在调查的案子没有关系 我就放心了 剑哥 那是不是可以确定 齐亮 吕靖等人 都是师大声援选拔项目的受益人 没错啊 刑侦队在何志生家搜出了一本化名册 上面有着详实的声援选拔资助名单 齐亮 吕靖都赫然在列 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吗 有 李健虽然可以压低声音 但我还是听出了一丝激动 是吗 经过调查呢 我们发现了音乐系的桑雪 是一名乙肝患者 不 准确的说 是大三阳携带者 桑雪 有肝病 我忍不住 嘀呼了一声 第24章 意外 想路非非不讲 通过跟曲阮的交谈 通过对比师大案件当中 显性的象征 我感觉 桑雪成为莫格拉 下一猎杀目标的可能性更大 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可能 并不是确凿 不可抗辩的事实依据 然而在此时 最为有利的依据 却被李健挖了出来 通过详细的梳理 分析 我们找到了本案 除去火把之外的 另一个隐蔽关联点 脏器 三起案件 受害人的脾脏 心脏 以及肾脏 都有着损伤 那么 根据这个规律 下一名受害人 受到损伤的 必然是肝脏 或者是肺脏 这起连环案的诡异之处在于 脏器的损伤 并非都是全部由犯罪嫌疑人外力所致 基于这一点 桑雪这名大三杨携带者 就势必要成为我们严密监视和保护的对象 稍有不认 就会追悔莫迹 放心吧 方子 得知情况之后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桑雪绝对不会脱离我们的事情 还有 我从局里抽掉了两名女同事 有他们在 我们对桑雪的保护 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盲区了 那就好 李健办事我放心 但还是要给他提个醒 健哥 不管桑雪被 犯罪嫌疑人锁定 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呢 孔河以及那名叫罗浩的男生也必须保护起来 绝不能有任何疏忽 这事 我也做了安排 不会出疲劳的 李健说完 挂断电话 电话挂断了 可我的思绪依旧翻飞着 如今我们已经锁定了保护目标 也挖掘出了其量旅径的受资助渠道 这对于毫无头绪的案件来说 本就是一个大突破 然而 当回过头仔细去审视的时候 才发现这种突破价值并不大 甚至在晚会彩排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依旧没有掌握关于犯罪嫌疑人的任何线索 但愿呢 今晚能够有所发现吧 长呼一口气之后 我朝着师大的礼堂走了过去 我想去了解那里的情况 师大的礼堂 坐落在校园的东南方向 与西南方向的梧桐湖 隔渊相望 礼堂兴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或许是受到当时的大环境影响 采用了尖顶圆体的典型西方设计 包围在高楼耸立的建筑群中 极为明显 由于师大最近正在大兴基建 所以一些排练式小型的图书馆 都被迁移到礼堂的一层 多少显得有些糟乱 顺着楼梯上去 我来到晚会彩排地点 看到正面平直 两侧阶梯的设计 不由的感叹了一声 这样的一座礼堂 莫说一个戏的师生 装下两三千人也绰绰有余 虽说是彩排 但礼堂很多地方都被精心装饰过了 花篮 飘带 彩旗等一应计全 喜庆的氛围异常浓烈 舞台此时处于布置状态 硕大的幕布 绚丽的灯光 环绕的音响 以及各种不可或缺的设备 正在紧张 忙碌的调试中 现场一片嘈杂 让我这心里感到极度不安 如此大的礼堂 彩排又会有那么多诗声 到时候 情况势必相当复杂 以目前的安排 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怀着这样的念头 我朝着幕布后面走了过去 我必须要亲眼看看每一间更衣日 每一个化妆间 甚至卫生间和消防通道 礼堂兴建已久 就算消防在根据时代需要 不断地进行升级 但绝大多数的更新换代 还是体现在软件设施上 墙体以及建筑格局 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 比如透气窗 比如垃圾排放口 又比如诸多镂空围栏等等 这些都可能被犯罪嫌疑人利用起来 经过仔细的检查 总体上 这座礼堂是不存在隐蔽盲区的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卫生间和垃圾排放口 两个卫生间处于师大南侧尽头 而垃圾排放口 又比邻校园周围的围墙 犯罪嫌疑人很容易 从校外那片巨大的梧桐林里面翻进来 而一层镂空的围栏 又很容易攀爬 甚至垃圾排放口 能够轻易让人摸上二楼 看来要叮嘱李建 多多注意才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聚集到礼堂的人越来越多 这不光是包括参加晚会 排排的师生 还有一众校领导 本着重视和慰问的目的 他们一群人在进入礼堂的第一时间 便去了幕布折挡的后的后台 看望参演人员 当然 我的便衣同事们也此时分散了出去 游异到选定的位置和人群当中 疯子 保卫处的人都被安排到李唐的外面 彩排现场全都是我们的人 两位女同事已经将桑雪严密监视保护起来 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李建把我拉到角落 悄悄的跟我说了几句 除了我跟你说两个卫生间以及垃圾排放口之外 其他没有了 放心吧 我已经反复跟楚之远强调过了 那里时刻都会有人 不过 有一点你必须清楚 由于学校保卫处的工作是三班岛 不可能将全部人员都集合过来 所以 人手相对还是有些紧张啊 三分之一 那也就是八九个人 守住两三个地方足够了 但愿今天能够抓住凶手吧 呢 喃一声 我将目光望向窗外的远处 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抹光芒消失在地平线 一层薄雾从远处席卷了过来 一点点的蚕食着包括师大在内的整座城市 等待 等待 总是漫长的 在我第二十次看过表之后 偌大的礼堂终于安静了下来 严肃一步步地走向了舞台 这一场晚会是为校庆准备的 所以不光参演人员要进行彩排 校领导也要走走过场 好在严肃这个人没有用的话不多 只是简单了几个句子 当剧目拉开的时候 晚会的彩排也就正式开始了 主持人爆幕之后 现场便响起了悠扬的音乐声 舞蹈系的同学们开始表演开场舞 从编导开看 集聚水准 若在往常 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们表演各种节目 我一定会沉信心来静静地观察 也好趁此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可在此时 我的精神已经彻底绷紧了 迎着闪烁的灯光 扫视着礼堂的脚脚落落 寻找着任何的可疑情况 我如此 李健也是如此 当我们目光交汇的那一刻 他打出了一个OK的手势 示意我不必过多地担心 舞蹈结束之后 音乐系的诗生们开始轮番登场 大小合唱演唱完毕 我听到主持人说 接下来登场的是孔和 他演唱的歌曲叫做 《烛光里的妈妈》 人的情感 意识 总会在不经意间脱离人为的刻意控制 就好比现在的我一样 之前的节目无论多么精彩 我都能保持不分心 可当孔和登上舞台的时候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 我看过孔和的照片 虽说他的项目不如瞿然那么给人力过大的冲击 却也不得不承认 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生 尤其是在精致的帮伴之后 站在聚光灯下 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瞬间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烛光里的妈妈》 是歌颂母亲的一首歌曲 当静静聆听的时候 总会触动内心的柔软 特别是身为孤儿的孔和 来演绎的时候 她那种渴望悲伤的情感 伴随着旋律缓缓流淌出来 让人忍不住鼻头发酸 陈寝在这首歌里难以自拔 一直到潮水般的掌声将我惊醒 我这才感到脸上有些发凉 抬手甩了甩两滴眼泪 何孔的歌曲演唱完之后 舞蹈系的同学又表演了一个节目 随后对于我们的重头戏的到来 桑雪即将登场 就在我精神紧绷的刹那 我感觉到刀里的手机震动 接听之后传来李健的低沉声音 方子 这里暂时交给你了 我马上出去的 健哥 发生什么事情了 罗浩跑了 音乐系的那个男生 李健的话让我顿时紧张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情 怎么没人呢 就在刚才 初志愿告诉我们罗浩跑了出去 而且跑得非常快 初志愿已经带人分头去追了 我马上回去看看 我知道了 一定要找到他 放心吧 李健说完又追了一句 对了 我要从礼堂带走咱们两个人 你多盯着点啊 好 挂断电话 我赶忙联系了一下后台的一名女同事 她告诉我 由于演出的节奏紧 参演人员较多 所以后台一直处于乱哄哄状态 不过他们始终都在桑雪的不远处 保证不会让他出现任何问题 一切正常 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沉下了几分 当我将手机装起来的时候 音乐声已经彻底响落了整个礼堂 恰如屈然所说一样 桑雪看起来很娇弱 可是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脸上却洋溢着满满的自信 就连歌声也是缓缓迸发出了强劲的力量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巨响 震彻山鼓 就是那个秋天 再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拖起我重生的起点 黑暗中 泪水沾满了双眼 你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了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 在这个陌生的人世间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 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 歌声是人除说话之外 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 同样的一首歌 被不同的人演绎 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尽相同的 这首歌居然曾经唱过一次 我承认他唱得很好 可是和桑雪比起来 就有那么一点小屋见大屋了 尤其是在情感敬意的表达处理上 二人可谓是有着天地之别 悲痛 无助 绝望 被桑雪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歌曲唱罢 桑雪在舞台上静静地处理两久 才有一些紧张 害怕地说了声谢谢 在众多诗声欢呼喝彩声中 一步步走了下去 他一步步走下舞台 我悬着的心也在一点点的回落 当透过他掀起的步步 看到两名同事之后 我总算把那口气呼完了 而也就在此时 电话又震动起来 电话依旧是李健打来的 他已经找到罗浩 也查明了他匆忙跑出礼堂的原因 据罗浩说 他们的节目在桑雪之后 所以当听到桑雪登台的时候 他开始整理服装 器具准备登场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罗浩发现自己的笛子不见了 跟辅导员汇报之后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回到戏乐器室去取 在回礼堂之后 李健第一时间找到了音乐系的导员 经过何时事实的确如卢浩所讲 完全是虚惊异常 这个结果消除了我心中最后一次忧虑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静静的等着晚会的结束了 由于彩排的开始晚了点 所以当结束的时候 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了 就在我打算叫李健一起去后台的时候 楚志远走了过来 李队 徐警官 严副校长 请你们过去趟 当我们来到礼堂门口的时候 除去严肃之外的一众领导已经离开了 他先向我们表达了感谢 随后又询问了一项大致的情况 当得知没有人遇害的时候 他那张胖胖的脸上总算有了些笑容 但是就在笑容之后 还藏着些许的忧愁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失望 也意味着担忧 毕竟没有意外发生 也就说明我们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 李队 徐警官 有事儿找志远 校方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的 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 你们也可以直接找我 不过 最近我的时间 可是不是很疏愈啊 除了学校的事情处理之外啊 还有些别的事儿需要配合调查 严副校长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不会打扰您的 我知道严肃最近在忙着实名举报和志生的事情 多谢理解 严肃说着 伸出了左手 那就再见了 看到他伸出左手 我不由的愣了一下 在李健碰了碰我之后 才有些尴尬的将左手伸了出去 哎 徐警官 见谅啊 我这腰椎老毛病了 不掐着点儿实在是难受啊 说着 严肃右手在腰部掐了几下 您对注意身体吧 李健也伸出了左手 将严肃送走之后 我们也到收队的时候 可让我和李健都没有想到的是 意外毫无征兆的发生了 李健 风格 不好了 一名便宜同事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怎么了 我和李健顿时紧张起来 恐吓 恐吓不见了 大家好 如果听友们想听真相推理之幸存 和秦明的偷窥者的话 请加我的微信或者是QQ 404459417 404459417 判罪者四 第25章 错了 想路非非播讲 通过藏气这个隐性的关联点 我们将莫格拉的下一个猎杀目标锁定为 大三阳携带者桑雪 并且对其进行了严密的保护和监视 虽说一直到晚会彩排结束 我们都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但至少保护了目标人物的安全 这个结果 多少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恐吓会在这个时候失踪了 方子 你先别着急下施工的结论 或许恐吓在李堂其他什么地方呢 李剑示意我稳住情绪 李队 李堂的脚脚落脱 我们都搜遍了 甚至连卫生间都去查看过 没有发现恐吓的踪迹啊 那他会不会趁着你们不注意 离开李堂返回了宿舍或者教室呢 咱们的人已经去找了 情况汇报完了 我现在就过去一趟 一会儿找 便一同事说完 便急匆匆的走了 方子 你怎么看 李剑问我 你说的对剑哥 现在下结论时为时尚早 但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 此事非同小可 稍有不慎就能闹出人命 你说的在里 李剑点点头 随后说 这起案子咱们是共同负责的 你说说接下来怎么做吧 兵分三路 第一 两名女同事继续守在桑雪旁边 不管恐吓这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不能顾此事彼 第二 李剑去找严肃 让校方全力配合 找孔河的工作 第三 我去找罗浩 当然 这并不是我怀疑李剑你 之前调查的事实 而是我觉得 倘若孔河真的失踪了 那么多少会跟罗浩离开 李堂有点关系 因为他跑出李堂 带走了守卫两个卫生间 外面以及垃圾桶排放口的 保卫处的人 既有调虎离山之嫌 几万让你说得慢 有情况第一时间通气 李剑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跟李剑分开之后 我静止朝着男生宿舍走去 跟宿舍管理员说明情况之后 罗浩很快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罗浩子个子不高 浑身透着一股有被阳光的阴容 配上他白白的皮肤和遮眉的头发 乍一看像女生 他不光外表看起来像 性格也有着几分腼腆 站在我对面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此时 我可没有心思去诱导他放松下来 把他带入无人的位置 直接问了起来 晚会彩排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怎么忘了带笛子 我记得带了 罗浩的声音很小 到底带没带 你仔细想想 这一句话让我嗅到了不安 我真带了 确定 确定 那之前李队他们询问 你为什么说忘带了 因为我害怕 罗浩切切地瞄了我一眼 然后后怕地说道 我们参演的节目 必须是要带乐器的 可是 就在马上要上场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笛子不见了 于是 跟老师汇报之后 就赶紧回去拿了 可我没想到 刚跑出李堂 就看到后面有人在追我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就跑得更快了 你心里没有鬼怕什么 前不久 我跟班上的其他同学吵架 当时他们说 要找人打我 所以 所以你把李队他们当成报复你的人了 嗯 那你在得知李队他们真实身份之后 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没想着撒谎 罗浩低着头摆弄几下衣角 才继继续说道 那时候马上就要轮到我上场了 所以我只能说出自己忘代了 因为我很清楚 一旦将事实说出来 那么警察就会让我配合调查 这样我就没办法参与演书了 你知不知道撒这个谎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或许我的语气太过严厉了 罗浩顿时慌了 说话也揭不起来 警官 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会不会被抓起来 请您相信我 我当时我只是想尽快去参加演书 不是要诚心撒谎的 我问你 你当时把笛子放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我们在礼堂后面的阶梯教室里面休息 后来去了很多同学和校领导 校领导视察慰问什么的 我站起来的时候 就随手把笛子放到椅子上 等校领导走了之后呢 我就翻着乐谱看了起来 一直到老师上我们检查乐器 才发现笛子不见了 也就是说 笛子是那个时候丢的 应该是 那你知不知道是谁拿走了 不知道啊 你刚才前段时间跟班里同学吵架 会不会是他们拿的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那样说 因为我害怕他们报复我 所以进入礼堂之后 就远远躲开他们了 再说 当时一众领导进入休息室之后 我们都站起来围了过去 那时候我注意过吵架的几个同学 他们一直都在我的一侧 你是说 当校领导进去休息室后 你们曾经围上去过 是啊 现在的大学 还有那么重视官僚作风吗 平时没有啊 罗浩摇了摇头 但这个晚会是为校庆准备的 届时校庆很多部门领导参加 所以校方极为重视 否则 这一场采拔也不会来那么多校领导 当然 主要的原因 是省教育厅的人来了 这样啊 我没有想到情况这么复杂 不由的叹了口气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当时你自己碰掉了笛子 可因为急着去见了一种领导 所以你就没有注意 后来你发现笛子不见了 找过没有 当时我发现笛子不见的时候 大师在周围查了找 但是 那也不是很细致 所以 走 现在就跟我去礼堂 我现在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确认笛子有没有在礼堂里面 如果有 那么罗浩这里就没有继续问的价值 可如果没有 那么 他就必须跟我去一趟警局 当然 前提是 恐和真的失踪了 此时的礼堂 已经变得一片黑暗和死寂 在罗浩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后台的小阶梯教室 直接走到了他之前的座位 你确定当时就坐在这里 确定 顺着罗浩所指 我仔细打量了一番 固定的桌椅 布置的地板和台阶 上面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你坐在这里 当时你吵架的同学站在哪 还有 一众领导进来之后 又站在什么地方 说着 我坐了下来 跟我吵架的同学 当时坐在那里 罗浩所指 距离我此时坐的位置很远 至于校长 学校领导他们 在那个呀 我们过去 我的想法很简单 当站定在那里之后 再让罗浩确认一下 当时所处的位置 有没有可能注意到 之前所坐的位置 就在我 欠起屁股 想要站起来的时候 身后的地板 突然发出了 咯吱的声音 尽力保持住姿势的同时 我扭头 朝后面看了过去 那里 有着一道缝隙 这道缝隙 在阶梯平面 与树面的结合处 不是很宽 但却足以装下一些东西 比如 一只 绿色的笛子 由于要在 木质机构上固定 所以 桌子腿处的地板 存在着 几公分厚的 隔空层 笛子滚落到那里 根本不妨碍 裂开的地板 再度闭合 换句话说 笛子顺着裂缝 卡在椅子下面的 隔空层 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这个发现 让我既欢喜又失落 欢喜的是 笛子找到了 也就意味着 没有阴谋存在 可失落的是 裂缝的存在 让我们少了 一条追查的线索 警官 看来 这是我自己碰掉的 罗浩说着 弯腰把笛子拿了出来 在身上擦了擦 打量一番 这块凹痕 就是我的笛子 既然找到了 那我们走吧 叹口气 我率先朝着 休息室外走去 当走到门口 关灯的那一刻 我又看了看 那张座椅 为什么裂缝 偏偏出现在 罗浩的椅子后面 究竟是 年久失修 还是说 呀 看来最近太累了 总是疑神疑鬼的 感觉自己的想法 太多了 甩甩头 苦笑一声 便关掉了 休息室的灯 找到了笛子 也就意味着 罗浩的嫌疑 彻底排除了 所以 在示意他 可以回宿舍之后 我便拨通了 李健的电话 刚刚接通 就传来李健 呼吱呼吱的声音 啊 方大 我正好给你打电话了 健哥 是不是找到恐吓了 我倒是想找到啊 李健叹了口气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完全没有发现恐吓的总结 老师和同学们 该问的也都问了 自从他表演结束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 而且 我们调查了 那一时段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恐吓走出校门呢 那就是说 他还在学校里面 搜索结果 让我很失望 可现在不是长须短探的时候 必须有尽快找出别的办法 可以这样说 李健英生 随即又担忧起来 但是你知道 除了学校门口 以及教学楼和宿舍楼之外 其他地方没有监控 比如说礼堂那里 还有梧桐湖那里 又比如说 随处可以都提供攀拔的墙啊 要这么查起来难度太大了 我不由的皱起眉头 方大 你稍微等一下 严副校长想跟你说话 严副校长 你好 徐警官 有话我不知道当讲不讲讲啊 严副校长 您尽管说 好 那我说了 严肃顿了一下 然后说道 徐警官 刚才我已经跟李队谈过了 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一些了 严副校长 咱们之间就不要藏着椰子了 您明说吧 严副校长的本意是 第一 师大的校园很大 我们不能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孔和 就得出他已经被人挟持的遇害的结论 第二 孔和在彩排晚会中唱了一首送母亲的歌曲 他不会不会因为这首歌勾起了伤心事 找地方平复心情呢 毕竟他是一名孤儿 妈妈这两个字眼对于他有着远远不同于常人的意义 第三 雷大炮答应我校方要采取低调的处理方式 可现在又是走访学生老师 又是调取监控的 就差把学人启示发布到学校论坛上去了 第四 校庆举办在即 最近几天 歌部门领导经常来实大视察情况 我们这样让严肃他压力很大 第五 严肃隐晦的点出 如果我们还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形式 那么他就会通过教育厅给我们施压 严副校长 我们会认真考虑您的建议 也会多多顾全您的优历之处 之前若是给您和学校带来了一些困扰和不利的方面 还请您多多包涵呢 徐警官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从我自身来说呢 也希望这一系列案子尽快的了结 可我也希望你们多体谅一下学校和我这难处啊 如今校庆在即 我们又打算通过申报一批项目 着实出不得意外呀 我知道了 严副校长 我们会多加注意的 谢谢 李姐 谢谢 我这没事了 让李队跟你说话吧 严肃说完 将手机给了李健 健哥 我在梧桐湖这里 你马上过来找我吧 我这里有紧急情况 在我挂断电话没一会儿 李健便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二话不说进入正题 方子 你电话里说不清楚 八成是怕严肃给听到 从而继续给五十元压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想要继续深入调查吧 健哥 我的确想深入调查呀 但是在电话里不说 绝对不是怕严肃听到继续阻挠我们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孔和已经遇害了 什么 李健顿时一惊 方子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支撑此结论的切实依据呢 是的 我点点头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健哥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哪里错了 我们锁定了错误的保护目标 此时 我心里满是悔恨 以至于说话的时候 有些无力 凶手真正的目标不是桑雪 而极有可能是现在已经遇害的孔和 你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呀 李健顿时急了起来 之前 因为桑雪是大三阳携带者 所以我们根据七藏的隐性关联点 认为他是重点保护对象 可是 在刚才跟严肃通话的时候 他让我意识到了自己错误多么离谱 或者说 是犯罪嫌疑人多么高明啊 严肃说什么了 歌曲 歌曲 是的 我点点头 吕静慈的那天晚上 曲染和其他老师 也就是江敏 都听到了那首歌 而且曲染还曾经唱歌给我听 就是那首天亮了 当时我反复确认过 由于那首歌被翻来覆去的唱了好多遍 所以他记住了每个字 这跟你认为孔和已经遇害有什么关系吗 李健费解 或者说 你就凭着这首歌确定我们保护错了人 没错 答案就在歌声里 通过对比 你就会知道了 可是 桑雪和孔和唱点没什么区别啊 李健皱洗眉头 沉默不语 他直接拿出手机搜了起来 找到区别了吗 找 找到了 李健的脸 在此时苍白的有些可怕 桑雪唱的是原歌词 但居然听到的是改动过的 删除了两个字 妈妈 你再想想 孔和唱的是什么 竹 竹光里的妈妈 说出这首歌名 李健已经是面如死灰 也就是说 妈妈这两个字 才是对于第三名受害者的提示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现在我的大脸猫咖啡店呢 又增加了一些干果 有腰果 开心果 还有各种水果干 如果大家想吃这些的话 请加我的微信吧 4044 59 417 4044 59 417 著名大脸猫 判罪者四 第26章 不同 想路非非不讲 刑针的残酷在于 极低的容错率 但凡出现差池 就会让侦察方向出现错误 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方子 有个问题 我想不通啊 两久之后 李健开口说 健哥你说 我废浅的地方 是系列案件中存在的真相 看了我一眼 李健说出了疑惑之处 通过分析梳理 我们找到了齐亮案 以及吕镜案中两个真相 显性的是孤儿 不合群 活把 隐性的是死者受损的气脏 通过详细的调查 诗大音乐系只有三个孤儿 分别是孔和 桑雪和罗浩 可只有桑雪有着气脏疾病 另外两个人身体都是健康的 站在排检的角度 我们推断一下 受害人损伤的会是肝脏和肺脏之一 按理说 桑雪完全符合条件 可为什么复仇女神莫格拉 她的猎杀目标会变成了孔和呢 还有 由于桑雪是大三羊携带者 所以跟同学们的关系较为疏远 不合群也符合前两起象征 反倒是恐吓 走访得知她是个外向刚丽的女孩 因为热心肠的缘故 人缘相当好 这完全不符合被害条件呢 结合师大的前两起案件来看 就算桑雪不会被猎杀 那么成为目标的也应该是生性胆小 腿腆的罗号才对 而不是种种条件都不符合的孔和 健哥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一些偶然巧合性的东西当作了必然和规律 是啊 如果说孔和真的已经遇害了 那就是说 有些真相并不是有着相关联的 比如个性格 的确是这样啊 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一点 齐亮和吕静 无论是性格还是生活中的表现 都更倾向于孤单和自闭 而孔和跟他们则是截然相反 倘若这次的受害人真是孔和 那就说明不和群不是系列案件中的关联真相 排除掉不和群之后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孤儿和火把这两点似乎已经被坐实 没有任何可以推开的可能 那么脏器呢 说到此 李健犹豫了一下 看我沉默继续说 方子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脾葬的损伤概率在车祸中最高 而齐亮又是使用匕首刺住心脏死亡的 这看来并没有什么关联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吕静 他的慢性甚衰竭是长期高延的结果 这似乎并不是犯罪嫌疑人所能够左右的 除非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受害者非常熟悉的 话说到此 李健停顿了下来 他皱皱眉头之后 陷入了沉默 凝重的脸上透出了思索之色 剑哥 难道你觉得犯罪嫌疑人不熟悉受害人吗 熟悉 李健回过神 将一起连环谋杀案声应应的营造成了自杀的假象 不是熟悉的人 错不到这一点吧 既然如此 你可以打消关于气葬的疑虑了 是啊 李健点头 有着熟悉这个前提 那么气葬作为系列案的象征也就能说得通了 没错 从始至终 我都赞成了一点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犯罪嫌疑人将谋杀案营造成了自杀假象 这说明他是不希望暴露的 所以对已知的受害人自身条件加以利用 是最保险的办法 那又意味着啊 就算孔和没有肝脏和肺脏疾病 倘若他真遇害的话 这两种脏器之一也会出现存伤 我猜是 点头之后 望着漆黑的夜空 我又叹了口气 当务之急 是尽快想办法找到孔和 在来找你之前 我已经下了命令 调整了搜查策略 十大校园内 让保卫处的人来搜 毕竟他们对校园的各处都比较熟悉 我们的人 在重点排查十大四周 走访 哥哥还在营业的店铺 看看 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对于李健的策略 我没有任何疑议 可心中 还有些担心 健哥 深冬不同于另外三个季节 街道上很早就没有人了 想要找到目击者希望 可能比较渺茫啊 还有 学府路位于省城外围 目击之处 遍地荒凉 加上这几天风雪将来 视野也不好 所有的条件对我们都不利啊 这种情况下 采取这种常规简单方式 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 搜到结果 你说的这些 我都清楚 李健摊开双手表示无奈 可我们没有掌握任何具有指向性的线索 也只能展开费势费力的 有钱小曼的地毯室搜索了 刚才我已经将情况汇报给雷菊 他会尽快抽到警力配合我们的 江哥 你说我们能不能从已经掌握的情况中 获取线索呢 刀工不误砍柴工 必须再想想其他办法 方子 你是说继续找隐性的关联点 没错 我就是这样想的 因为通过梳理 我们确定了火把 孤儿 以及脏器等种种关联点 那么 是不是还有我们忽略的其他地方呢 可疑之处 我们已经极为细致的梳理了 并没有找到什么深度挖掘的东西 这要从什么地方入手 从细节上来看呢 的确没有什么可挖掘了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审视案件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呢 比如 比如死亡方式 方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听我说完 李健顿时露出喜色 拽着我就往前走 咱们去教室里面说 教室里 要比外面暖和得多了 没有了寒风的吹袭 李健不光肢体灵活了许多 就连脑子也活泛起来 他拿起粉笔 直接在讲台上写下苏禅一 林轻语 齐亮 吕静 以及孔和的名字 苏禅一 林轻语死于车祸 由于起火的原因 尸体被烧成残破不堪 齐亮致死在心脏 但身体同样出现了大面积烧伤 吕静死在梧桐湖中 通过检验 能够证实冰面是被水浇开的 宗上所说 这起连环案的关键在于火 车祸之后着火了 齐亮的寝室着火了 虽说李军暗中没有险性火源 可水是被火烧开的 如此推断 孔和是否也跟火有着关联呢 答案是 有 无论是通过我们和曲染交谈 还是李健和他们随后走访中 都能够证实一点 那就是他的性格极为刚烈 这种性格在生活过程中 通常是被我们理解为脾气火爆 换言之 案件中核心火 有着不同的多种抑郁 方子 这样是不是能够说通了 李健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个字 脸上有了振奋之色 看来是没有问题 可我总觉得哪不对劲啊 我只是有种感觉 无法确定出问题出在哪 你就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 我这就通知下去 排查所有跟火有关场所和地点 李健说完 掏出电话 一通电话打完之后 李健神色轻松了不少 方子 既然核心点都找到了 咱们就别在这干等着 一起去找吧 对了 你对石大比较熟悉吧 根据你所知 这里有没有跟火相关的地方 我就知道一个 哪儿啊 张扫火锅店 说完这句话 我顿时弄住了 这一瞬间 我脑海中又浮现了那个 我怎么都看不透的老板娘 张初云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走 李健说完 三两下就擦掉黑板上的东西 打开门 冲了出去 这起连环案 真的会跟张扫火锅店有关系吗 或者说张初云有着脱不掉的嫌隙 急匆匆的路上 我脑海中全都是这些问题 我最讨厌在思考的时候 有人打断 这时电话铃响了 又不能不接 您是哪位 有什么事情吗 徐警官 我是保卫处的小屋啊 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就在刚才 我们在礼堂周围抓住两个人 什么人 我顿时警觉起来 两个小乞丐 小乞丐 我皱了皱眉头 男的还是女的 男孩 是不是一个眼睛失明 那一个没有双脚 不是 保安小屋 否定了我的话 其中一个少了胳膊 另一个更可怕 耳朵鼻子都没了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礼堂外面 偷东西的 小吴做出解释 学府陆附近都是大学 由于容易乞讨的原因 所以这里面聚集很多乞丐 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是因为 残疾被父母遗弃了 非常可怜 但是正应了那句老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些孩子白天乞讨 晚上四处偷 抢 类似的事情 发生过很多次了 他们偷什么 音响和电缆 说到此 小吴语气有些激动 这两个小王八高的 是顺着垃圾桶 垃圾排放口上去的 要不是我们听到声音 根本不会发现他们 如今 他们已经被控制起来 处长意思 问问怎么处理 毕竟你们是警察 以往遇到这种事情 你们怎么处理 交下去排出所 那就还交下去排出所吧 说完我挂了电话 这时候我没有心思去管 那些小偷小摸 没事吧 李健问 保卫处抓了两个小偷 问我们怎么处置 这种琐事还需要我们 刑警队处理吗 哎呀 就知道天乱 不满的嘀咕一句 我示意李健朝火锅店走去 现在已经是接近零点了 街道上的店铺都处于一片黑暗当中 张扫火锅店自然也是如此 嗯 你知道老板娘住在什么地方吗 走到门口 李健问了一句 好像听取冉说 好像在火锅店后面 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直接敲门吧 说完 我就直接砸门 方子 我觉得你还是打个电话比较好 我没有张扫云的电话 取冉当初开玩笑要给我 但被我拒绝了 我也没有说让你给老板娘打电话 给她闺女打 你们不是认识吗 李健说完嘀咕了一声 你怎么回事 这一路上都心不在焉的 哦 没事 哎 我是感觉忘了些东西 可是怎么想不起来 哎 不说这个了 现在我给取冉打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取冉告诉我 由于这几天考试 所以他一直在学校里复习 问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我当然不能把实情告诉他 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唐嗖过去 但这丫头不依不饶 非说我打扰她休息 让我改天请她吃饭 一通电话打完 我非但没有把门叫开 还莫名其妙了欠下一顿饭 所以挂上电话 二话不说 直接砸门 谁啊 当我手砸得疼的时候 终于看到后面楼上起了灯 随后随后便听到开门的声音 云姐 睡了吗 我是许峰 找您点事 哦 房门打开 张初云那张脸 映入眼帘的瞬间 一股浓烈的酒气 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 狠狠地呛了我一下 云姐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没喝多少 这不是没醉吗 张初云说着 拉开门 你们怎么来了 先进来 外面冷 云姐 小心点 张初云显得喝了多少酒 至于走路都有些不稳 我赶紧扶了他一下 你们喝水 还是喝这个 张初云晃晃手里的酒杯 云姐 不必麻烦了 我们来就是想问些事 随后 我将孔和的外貌特征 描述了一下 问他有没有见过 没有 我刚说完 张初云就摇了摇头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今天 没有这个女孩来过店里 云姐 你喝酒了 会不会记错了 这是她的照片 你仔细看看 不用看 张初云直接推开了我的手 爹坐在椅子上说道 晚上店都没开门 怎么会有人来呢 没开门 为什么 还能为啥呀 这两天不是考试吗 所以学生出来吃饭的少 还有我店里的服务员 都是学生兼职 也要复习备课 所以他们不来帮忙的话 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啊 再说了 最近十大出了两条人命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的 很多学校都在整顿 严格限制学生外出 没有客人 开门做什么呢 也是啊 我点点头 随后提出了告辞 云姐 既然如此 我们先回去了 你少喝点酒吧 没有生意做 又是个单身女人 不喝酒干什么呢 张书云说着 塌了着肥大的拖鞋 站了起来 我搜索你们 不用了 你把门关好吧 火锅店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这让我和李健有些失落 他联系了一下其他同事 得到的消息 仍旧是令人沮丧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关于混合的线索 方三 是警力不足下 地毯是搜索难度太大 还是 我没有搞错方向了 李健一边搓手 一边问我 健哥 从教室的时候 我就感觉哪不对劲 可琢磨了一路 就是想不通啊 这种感觉 让我抓狂 你说个切入点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觉得吧 这起联案案 核心 应该不是火 不是火 根据三起案件来看 相同点就是火呀 如果不是火 那会是什么 健哥 重新捋一下最关键的东西 除却几种险性的象征 之外 咱们确定保护人 根据是从 吕静案中找出来的 对不对 没错呀 其量案件中的色彩 可以和吕静 就读美术系的事情 联系起来 而吕静中的歌声 又能将我们 锁定到了音乐系 虽说出现了偏差 可恐吓的的确确是音乐系呀 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要被我抓住了 疯子 你是不是想说 当年的车祸案 有没有留下对齐亮案的提示 李健冷不丁的说这么一句 完全正确 我狠狠的派列手掌 健哥 这就是我一直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你看过卷宗 有看过类似的提示吗 没有 那就是了 看来这起连环案 完全不像最初推测的那样啊 方子 你觉得车祸案和 师大量起案子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但是 这关系绝非我们之前所想的那么直接 或者说 师大的两起案件 是可以拆分出来的 我打个比方 如果当年的车祸案比作母亲 那么师大的这个案子 就是和儿子和女儿 他们之间或许有了血缘关系 可从辈分上来看是完全不同的 基于此核心点就可能不是火 难道要撇开当年车祸案去推倒 李健赞同了我的说法 没错 我点点头 你想想 齐亮的致死伤的心脏 可是那需要尸检才会知道的 从尸体表面上来看 他给人第一感觉是怎么死的 烧死的 那么吕靖呢 吕靖的致死原因应该是 醉酒之后服了镇静剂药物 如你所说 也就是需要尸检才能知道 倘若暂时抛弃这些不谈 那给人的感觉就是 烟死 剑哥 我想我知道孔河在什么地方 此时 我感觉眼前的迷雾 总算是拨开了 疯子 什么地方 郊外的那片梧桐林 判罪者四 第27章 根据 想路飞飞博讲 你是说外面的那一片 顺着李健手指的方向 隐约能够看到梧桐林的轮廓 面积相当的广阔 没错 我点头 早在接手这起案子的时候 我就已经对师大做了全面的了解 虽说那片梧桐林 被院墙阻隔在外面 可实际上 土地使用权 依旧是归之大所有 也正是因此 那片梧桐林 平时是人际罕至的 这对于凶手来说 是一处极佳的犯罪场所 当然 我之所以认定 恐吓在树林里 与这并没有任何关系 方子 你确定吗 李健似乎有些不放心 确定 说完 我意识到赶紧打电话 剑哥 你告诉咱们的人 顺着笔林 梧桐林这一侧的院墙开始搜索 或许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李健很快把任务布置了下去 催促我往吴桐林走的同时 问出了他憋了已久的话 你是根据什么得出恐吓在吴桐林 这个结论的 根据好几个 我没有敷衍李健 完全是说的心里话 若是没有充足的依据 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简术的说 在涉及到案情的时候 李健其实跟我一路人 必须弄清楚所有细节才行 最直接的根据 还是齐亮和吕镜的死亡方式 在没有进行解剖之前 他们呈现给人的 最直观的印象 死于水火 以此一前提 再结合 这是一起连环案的事实 那就很容易让人想到 一种已经存在的规律 比如呢 比如五行 你的意思是金木水火土 说完这句话 李健陷入沉思 走出好一段路 才问道 疯子 那是哪些细节 给了你这种启发 很多呀 少卖官司 这里距无东林 还有点距离 你得跟我说清楚 我理解李健这种心情 这就好比一道难题 知道答案 却弄不明白推理过程 换做谁 都要抓狂 根据如下 第一 刑事侦查 与法医工作大逢小异 都有个先后顺序 和侧送点 法医在现场勘查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尸体现象 然后再进行解剖 提取物证 或是做病理读物检验 同理 刑事侦查工作也是如此 抵达案发现场的第一要务 就是寻找具有指向性的线索 这种线索越明显越好 无论这种线索指向的是犯罪嫌疑人 还是受害人 师大已发生两起案件 摇摆于自杀和他杀之间 这就说明了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 我们没有掌握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指向性线索 基于此 我们就必须重视关于受害人的 而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水和火 其量案和吕金案如此 恐吓案又何尝不是呢 虽说我们在晚会彩排过程中做了严密部署 可最终还是没有发现关于任何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于是我就只能从孔河身上打开突破口 他不见了 这意味着已经凶多吉少 如此一来 我们就要尝试推断出他受害的地点和死亡方式 连环案通常有着一个共性 已发和即发的案件看似是独立的 实则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这种联系通常体现在案件的显性真相上面 比如已发案对即发案的隐晦提示 又比如某种有据可查的规律 这一起连环案中 隐晦提示是下一名受害者的信息 规律则是另外一种显性象征 人在看到尸体时 感官受到冲击 从而认定的初步死亡原因 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就是水火有着排列规律的可能之一 第二 以五行作为推导前提 将我们掌握的已知事实带入其中 完全能对应上 找不出任何不妥之处 五行之说 流传数千年 在民俗之中 所应之物甚多 但不管是何种论调 都能与案件本身紧密联合起来 义者刚 属金 人者直 属木 智者聪 属水 离者明 属火 徒者厚 属性 从和这个角度来看 齐亮在没有生入大二之前 谦虚谨慎 静上而不侵下为理 而作为师大美术系 唯一获得全国大奖的吕镜 必然是十分聪明的 五脏 金为肺脏 木为肝脏 水为肾脏 火为心脏 土为脾脏 齐亮的致死原因 是弹簧刀刺入心脏 而属性 则是因为长期高原患有慢性肾衰竭 五色 金代表白色 木代表青色 水代表黑色 火代表红色 土代表黄色 由于局部性火灾的原因 齐亮被烧中重度受伤 身上多处创口成为红色 而履镜 嘴唇和指甲为乌青色 五声 金对应呼 木对应笑 水对应歌 火对应哭 土对应身 齐亮死亡的当晚 没有人听到他求救的声音 可从他刻在梧桐树的字 从他恐惧的情绪来推断 哭怕是在所难辩的事情 这与吕静 齐亮和江敏都曾听到过他唱歌 第三 通过分析梳理 我们推导出了女人 火把和匕首 代表着希腊神话中 复仇女神莫格拉 这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有着信仰 也可能信迷信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说明案件中 还有着其他抑郁可寻 无论信仰还是迷信 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也能找到契合点 比如从玄学中的角度说 五行所对应的职业 金 计算机 明星雨 木 音乐 孔和 水 美术 吕静 火 化学 气量 土 考古 苏禅一 又比如 五行所对应的情绪 金 悲哀 木 愤怒 水 绝望 林轻宇和吕静死后 凝固在脸上的 便是深深的无助和绝望 火 暴躁 苏禅一和齐亮 都曾经出现过疯狂和猙獰 那正是暴躁 那正是暴躁人格 在绝境中正常反应 土 孤独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之后 我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吞咽两口透明 稍作缓解 可当转头之后 阿燕 李健 正直直 愣愣地盯着我 那瞪着滚圆的眼睛 在路灯的反射下 闪着一股 令人心悸的光芒 剑 剑哥 你怎么了 我喊他一声没反应 不得已推了他一下 剑鬼了你 对 剑鬼了 李健低沉地回应 让我有点发懵 就在我想开口的时候 他突然说了话 何止剑鬼了 我看见的东西 可他娘的比鬼怕多了 剑哥 你是不是发烧了 怎么说句胡话来了 说完 我抬手就朝他额头摸去 我发个屁烧啊 李健一走把我推开 我说的是你 我 我怎么了 疯子 行啊你 我还真小瞧你了 李健绕着我转了一圈 上上下下地仔细把我打亮了一遍 我就纳闷了 你小子脑袋怎么长的 就刚才你说的那些 都他娘的从哪儿偷来的 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哦 你说这个呀 嗨 都是没事的时候从书上看的 平时我喜欢看一些片门的东西 想不到还真用上了 你想 想 李健朝我竖起大拇指 随后 巴唧巴唧嘴 呀 这我看你不该做法医呀 有点大才小用 你他娘的真应该弄张桌子 上天桥去算命 哎 这个主意不错 你要不要先给我开个章 我也顺嘴打去了一句 不过 在转去 哎呀 做算命的之前 还得先把这案子破了 那我就在诸尼秘之列 李健说完 面色一正 刚才你所说的那些 我都听仔细了 也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将恐吓带入进去 基本上能说得通 除了一点 哪点 性格 李健回忆着说道 据我了解的情况 恐吓性格刚烈 那么 应该对应五星中的金才对呀 不对 我指出了错误 性格是性格 表现是表现 不能混于一谈 在这之中呢 我们不能 看恐吓刚烈的性格 而是要看他自身经济情况 不理想的情况下 还主动帮别人的表现 乐善好事为人 那也就是说 恐吓很有可能死在树上 而且他的肝脏 一定会受到损伤 李健盯了我的眼睛 没错 还有 李健刚想问下去 他兜里电话响了 接听之后 交谈几句 便挂带电话 催促我赶紧走 是不是找到线索了 是的 李健点头 我们的人 找到了一块布条 经过确认 应该是从恐吓裙子上撕下来的 我们赶紧过去 就是这块吗 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会合之后 我从一名同事手中接了过来 稍若辨认 的确与恐吓失踪前的裙子相同 就在那边 同事所指的是围墙 这也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 怪不得监控中 没有发现孔河离开校园 原来是翻墙出去的 但具体 他自己翻出去的 还是被人控制后运出去的 还得查明 孔河呢 找到了没有 李健问 刚刚找到 咱们过去吧 同事说完 一头扎进树林 健哥 刚才跌电话之前 你好像也有话要说 是什么 进林子之前 我问了一句 啊 也没什么 我当时想说 当年擅长计算机的林清宇 对应了五星的金 考古系的苏禅一 对应了五星的土 其量吕镜 对应水和火 如今 我们又找到了 对应五星木的孔河 这又意味着 这起连环案 又要结束了 无论我们能不能 在短时间内 把案子破掉 至少 都不会再有人被害了 你我 也能少说轻松一口气啊 李健说完 走进了树林 结束了吗 望着李健的背影 望着那黑暗 幽际的吴同林 我在恍惚之间 有了一种错觉 一张巨大的口 想要将我们彻底吞噬 大家好 我是蒋乐飞飞 各位听友 如果你们购买我的咖啡 和干果的话呢 可以免费听 真相推理师幸存 偷窥者和长夜难明哦 支持我的话 加我的微信吧 4044-59417 4044-59417 著名大脸猫 判罪者4 第28章 矛盾 想路飞飞不讲 我不知道 是重压之下的紧张 还是之前受理的几起案子 留下了阴影 总之 当听完李健那番话之后 心里涌起了莫名的不安 但愿 这就是结束吧 踏入树林之前 我抬头看了看天 北风渐烈 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雪 梧桐属于典型的快发育树种 加上这些树栽种的时间已经很长 因此都极为粗壮 大多直径都在60到100厘米左右 更甚的已经到了双人核爆的程度 四三的枝下横沉 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完全遮蔽了夜空 向前走出了大约500米 我来到了人群簇拥处 十几把手电光汇聚 照亮了不远处的梧桐树 这棵树很粗 粗到人站在它的面前 都有些渺小 可惜的是 那空中的树洞 让它失去了继续生长的机会 洞 位于这棵树根部向上一米左右的位置 很大 大到应该可以装下一个成年人 不 确切地说不是应该 而是的确可以装下一个人 因为那树洞里面就有一个人 恍惚中 我感觉自己置身于虚幻的场景中 那棵树变成了一口树着的巨大棺材 那个人成了千年不朽的老师 因为强光手电的原因 何孔的脸色苍白得有些可怕 我很清楚 那苍牌背后的真正原因 是失血过多 何孔给我的印象 一如从曲染那里了解到的 是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的女孩 可此时 那些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与吕镜的死亡形态相差无几 何孔不光是跪在树洞里面 现场也有着两条系在一起的白色围巾 围巾一头悬挂在树干上 另一头 擂住她的脖子 将那张挂着不甘愤怒的脸掉了起来 不同于吕镜的地方 是她身上有着明显的致命伤 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棍 深深地刺入到腹部上方 撕着双手紧握木棍 看起来跟前两起案子性质很相似 像极了自杀 人群中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在现场没有进行勘察之前 不要下任何结论 李健喝斥一声走到我身边 雷菊在派支援警力的时候 也让助手带来了勘察枪 我们过去吧 好的 我点点头 来到梧桐树的眼前 一切看得更为清晰 那根木棍斜着刺入孔河 右腹部上方造成了大出血 鲜血流淌汇聚 勤染的不仅仅是裙摆 还有她的那双修长白皙的小腿 红与白 给人的视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是肝脏吗 李健问我 从木棍刺入的角度和部位来看 应该是 我点点头 查看几尸体其他地方 死者表面没有发现其他致命伤 木棍从肝脏位置刺入 透体而出 初步可以确定 是肝脏破裂大量出血导致的死亡 从师班以及师江来判断 死亡的时间应该在四到五个小时之间 现在是凌晨两点 也就意味着孔河是在昨天晚上九点左右遇害的 李健皱皱眉 深吸了口气 晚会彩排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八点 算上严肃等人简化和前期几个节目的表演 空和出场的时间在八点半左右 根据咱们的走访调查 自打节目表演完之后 就没人再见过他 所以 说他很有可能在表演一结束后 就离开了李棠 翻墙 走出崎岖不平的五百米之外 来到这里 大概时间 就会在九点左右 就是说 他刚到这里就被害了 死亡时间只能做出大概的推断 并不能精绪到分秒 所以 他来到这里 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见过其他人 我们暂时都不能确定 说完 我指了只恐吓的尸体 但有一点能够定下来的 他没有挣扎过 会不会被人控制住 失去了抗张能力 有这种可能 而且这种控制应该是在内带的 却不是使用暴力和外在 因为尸体上 没有发现任何与他人肢体冲突的痕迹 你的意思是说 犯罪嫌疑人使用了药物 嗯 但具体是不是 还要回去做更深的检查才行 那你继续 我去盯着技术科那边 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李健说完 转身走向了别处 李健走后 我和助手 对尸体又进行了一遍细致的勘察 当确定没有任何遗漏之后 我们将恐吓的尸体 从树洞里面弄了出来 不要过多的触碰尸体 尽可能保持原有姿势 拉回局里 直接去解剖室等我 知道了师傅 助手点点头 招呼两人 抬着尸体 向树林脉走去 方子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发现 没有 我摇摇头 我这边没有什么线索 是显性的 看看解剖之后 会不会有所发现吧 很简那边呢 也没有啊 李健叹了口气 距离案发时间太长了 落叶层在大风之下 会将案发现场完全破坏 就算是有少许的线索 也都被不可控的自然因素给抹除了 同事们还在进行勘查 但愿能够发现些什么吧 健哥 火把呢 我突然想到最关键的东西 你们在现场勘查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火把这个连环案的标志性象征 没有 李健有些沮丧的摇了摇头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啊 为什么没有找到这个连环案共有的真相呢 或许是有什么地方忽略了吧 比如落一层下面 你们再仔细找找 我要马上回局里做解剖检验 行 你先回去 这边交给我了 李健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 怎么样 熬这么长时间 能直直住吧 没问题 都习惯了 说完 我整理了一下勘查箱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情况 碰到之后再说 好的 离开凶案现场之后 我便急匆匆的赶回局里 在电话中将大致情况向雷大炮做出汇报之后 便一头扎进了解剖室 与其一辆履静不同 孔河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致死伤 所以这次的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 当然 这并不代表我敢有任何大意和疏忽 在案发现场 我仔细检查过 孔河身上没有任何肢体冲突导致的伤痕 当时 我便初步排除了它被人暴力控制的可能 所以 在此时 我将重点放在了心血和胃容物上 提取检验来确定 它是否中毒或者被药物控制的可能 这一忙又是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我从来不怕忙 怕的是辛苦半天白忙一场 庆幸的是 我的方向对了 在对短的时间内 找出了关键的法医物证 师大接二连三死了三门学生 雷大炮是已经坐不住了 但他并没有采取扩大化的办案方式 而是在结果出来之后 将我和李健叫到了办公室 许峰 你先说 进门之后 还没等我坐下 雷大炮便迫不及待的问了出来 雷菊 孔河的死亡是锐气刺破肝脏 大出血造成的 经过是 你先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 话被雷大炮打断了 据我所知 刺入孔河身体中的木棍 你怎么会说是锐气呢 类句 那个木棍有着人为加工的痕迹 前端被处理成非常尖锐 呈现出一种撞击力和几何增加的锥形 有着明显人为加工的痕迹 也就意味着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将尖锐木棍刺入死者腹部的 还不能确定 我摇摇头做了解释 我和技术科的同事 对致死器物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除了死者自己带血指纹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的痕迹 对了 健哥 你们后来有没有找到其他基础案件的线索和痕迹呢 没有 李健摇了头 天亮之后 我没有仔细复合回现场 在那棵梧桐树上面 发现了一些摩擦的痕迹 并且提取到了一些布料纤维 后来我联系你的助手 了解到你们在死者指甲 鞋子缝 还有衣服里面提取到了树皮组织 经过技术科的检定 与梧桐树上面的痕迹相吻合 死者上不说 雷大炮皱了皱眉头 是的 李健点头 我们推断他上述的原因是为了将围巾寄到树上 可猜不透他这样做的动机 是啊 这完全说不通啊 雷大炮起身转了两圈 停下来说 死者上过树 致死物上又只有他自己的指纹 这像极了自杀 可我们心中都很清楚 师大的三起案件 就是明目张胆的谋杀 可既然是谋杀 为什么找不出任何线索呢 难道说死者一直都在主动配合犯罪嫌疑人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我插了一句 如果真是这样 这起连环案比我们想象的可要复杂得多啊 针办难度也会更大 雷大炮说完 转向了我 继续说检验的结果 经过对死者心血检验 我们发现了麻醉剂的成分 同时尸体上发现了针眼 是注射进去的 麻醉剂 李健表情凝重地看了我一眼 也就是说 孔鹅在死亡之前失去了行动能力 应该是的 我说出了自己的根据 设定谋杀为前提 那就意味着 犯罪嫌疑人一定参与了案件的实施过程 可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痕迹 尸体上面 也不存在尸体冲突的现象伤痕 这说明 孔鹅当时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 我们都知道 大量麻醉剂注射到身体之内 会让身体机能出现瘫痪 倘若 致死物是那个时候刺入 恒合身体之中的 那么 它就不会出现任何的反抗和挣扎 当然 如此一来 它也不可能保持住 我们看到的样子 于是 就有了那两条围巾 目的就是 使让尸体保持住跪地的姿势 可这也太矛盾了吧 雷大炮指着现场照片说 如果是注射了麻醉剂 那死者是无法行动的 既然如此 他是怎么爬上树的 又是怎么将两条围巾 系在树枝上面的 这是完全说不通啊 大家好 无罪辩护三已经开始播出了 大家可以在我的专辑里面 找到无罪辩护三 或者搜索无罪辩护三 即可收听 谢谢大家 判罪者四 第二十九章 突破 响路非非不讲 雷大炮所说的问题 是不可回避的 倘若恐合真的是被人使用麻醉剂控制住的 那么案情的确充满了矛盾 只有一种情况能够做出解释 恐合配合了犯罪嫌疑人 主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这可能吗 我接触了太多的刑事案件 习惯了形形色色的受害人与凶手 可从没有听说过主动配合谋杀的 毕竟这样做会丢掉自己的生命 楼以上解贪生 何况是人呢 再说 齐亮吕静 以及恐合 都是专业成绩极为优秀的学生 他们来说 前途不可限量 未来光明 更何况他们都是孤儿 经历磨难长大成人 难道不该珍惜以后的生活吗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要配合犯罪嫌疑人 完成这几年还谋杀案呢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什么 狡猾残忍的凶手 又实施了怎样匪夷所思的犯罪过程呢 这些都是我们迫切想要解开的谜题 许峰 李健 当初我们病案有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几起案件当中都出现了火把 当年车磨案中有不久前的齐亮和吕镜案中也有 那么昨天发生的恐吓案有没有找到同一真相呢 雷军 现场没有发现 李健摇摇头 那你那边呢 有 我点点头 在哪里 尸体上 尸体什么部位 后腰 以什么形态存在的 图案 画上去的 不是 我深吸口气 拿起了一张用来证据固定的照片 雷军 健哥 你们看 是被刻上去的 照片拍摄的是孔合后腰部位 以嘴椎骨为主体向丝外扩散 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火把图案 火把纹神 雷大豹看完皱了皱眉头 除了没有上色之外 跟纹神没什么区别 李健复合 还是有区别的 我指了指孔合后腰纵纹交错的痕迹 什么区别 雷大豹文 如果没猜测 疯子说的是纹神所采取的方式吧 李健很快反应了过来 是的 我点头说 说详细一点 雷大豹催促着 简单来说 就是机器与手工的区别 李健指着照片说道 雷军你看 这个火把图案虽然栩栩如生 但却不是十分规整 所以绝对不是用纹神机弄出来的 而是用人才与手工方式文字出来的 许峰 能确定大概时间吗 雷大豹意识到了重点 从尸体表面上来看 这个火把纹神应该是在孔合遇害之前弄出来的 根据创口痕迹来判断呢 使用的应该是薄刀片和针 那也就是说 孔合在被害之前 有人给他纹过身 而且 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雷大豹若有所思 是的 这也是我心中所想 因为就算是孔合具备纹神的本事 他自己也没可能将自己图案纹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借助他人之手 现场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的活动迹象呢 没有 李健摇头 微觉 之前给您汇报过 这一天风很大 导致吴统林里面的树叶都时刻处于移动状态 而且我相信反对嫌疑人也在此刻保持着谨慎 两种因素相加 就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啊 还有别的发现吗 看到李健这里没有希望 雷大豹又问起了我 有 我将手指指向了另一张照片 通过仔细勘察 我们在孔合内衣上提取了一些分泌物 是什么 分泌液 那是什么 李健微微错愕 你呀 总该找个女朋友了 不能总一门心思的查案啊 雷大豹揶揄一句 才一本正经的说 许峰说的这种液体是女性独有的 通常都是在动情时才能分泌出来的 对吧 没错 雷大豹是老行针 知道这些并不奇怪 健哥 严格来说 这是来自子宫内的粘液 是一种色淡而透明 呈弱碱性 没有粘性的液体 你可以理解为比唾液浓度更大点的液体 如此说来 恐吓在身亡之前 曾经跟人亲热过 或许是怕 让雷大豹继续取笑 当我解释完 李健赶忙转移了话题 应该是的 我点点头 就是跟他亲热的男人杀害了他 李健说完 似乎意识到不妥 又补充了一句 确切地说 是与他亲热的那个人 没错 我说出李健话中的隐秘意思 在没有将案情查识之前 我们不能轻易定义凶手的评别 毕竟当今社会同性恋并不少见 可话虽这样说 我还是更倾向于凶手是男性的可能 说说你的依据 第一呢 孔和的内衣有着分泌液 这说明身亡之前 他曾经产生过性兴奋 进而可以推断他与人有过亲热 第二呢 根据孔和指甲里 鞋子缝中和衣服上的树皮组织 我们推断他曾经爬过树 可正常的情况下 人在爬树的时候 是不可能将指甲切入到树干中的 如此做不仅无法让人保持脚大的抓力 甚至还会给手指带来极大的伤害 如此一来呢 植杀里的树皮又织物呢 就有了别的解释 那是孔和的极度兴奋时 蜷缩双手 自然反应所致的 第三 孔和后腰处火把的纹身 方向是由下向上 据此可以大概的排除 当时他是站立着的 一来 站着会导致鲜血出现 向下流淌的痕迹 这无疑会增加线索遗留的可能性 对于谨小身为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呢 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第二 则是不利于刺身的规则工整 这就好比是画画 将画板直立起来 远不如放平的容易 更何况犯罪嫌疑人 还使用的是薄刀片 使用起来难度会更大 第四呢 排除掉孔和战力的可能之后 当时他所保持的姿势 只剩下三种了 一种是趴在地上 一种是跪在地上 另外一种是双腿保持直立 俯下上半身 双手抓住固定物 摆出90度的姿势 根据尸体上外部提取物来看呢 前两种完全是可以排除的 毕竟趴在地上 会让衣服出现大面积的污渍 或者是沾上很多树叶之类的杂物 如果是跪着的话 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 也会让双膝出现摩擦 这些在尸检的时候都没看到 排检之后呢 就剩下第三种可能了 第五 孔和的身高在1米6768左右 如果犯罪嫌疑人 要站在他的身后 将火把图案闻上去 那么身高一定要超过他 当然女性也有很高的个子 但是一个事是无法忽视的是 从概率上讲 男生的身高普遍比较更高啊 第六呢 孔和内衣中提取他的分泌液 由此我们做出他曾经和人亲热过的推断 而若将第五点结合起来 那就会获得更为清晰的结论 孔和与犯罪嫌疑人亲热 与犯罪嫌疑人给他纹身 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由此呢 我们可以割落出这样的一幅画面 孔和俯下上半身 双手抓住梧桐树干 保持着稳固的姿势 犯罪嫌疑人站在他的身后 与之亲密接触的同时 使用刀片和人针刺出了火把图案 自然的身体愉悦 与刀片和刺针刺破皮肤的疼痛 让孔和产生了莫大的生理兴奋感 这种巨大兴奋感产生的同时 他双手卷曲起来 掐住了梧桐树 从而在指甲缝中留下了树皮的组织 也是因此在内衣上留下了分泌液 经过你们的勘察 能不能确定 他是否与人发生了实质的关系 雷大炮的这个问题 从侧面说明 他是知识我上述所说的 不能确定 我摇摇头 因为我们虽然在孔和产衣上 发现分泌液 可没有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 任何可疑遗留物 这其中包括 作为直接夯视的物证 也就是能够直接锁定 犯罪嫌疑人的精斑 而且这种液体分泌条件 也只不确定 向发生关系的时候 抚摸 挑逗之下 都会从女性身体之中 分泌出来呀 任何有助于推动案情的物证 都没有提取到 一方面说明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 另外也说明了 此案的侦探难度之大呀 雷大炮叹了口气 没有经班遗留 我们就不能确定 犯罪嫌疑人的性别 你们刚才也说了 同性恋在这个社会并不罕见 尤其是在大学当中 已经成为了关注度逐年提升的现象啊 是啊 当今的社会已经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很多事项甚至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和观念呢 李建复和医生 随即画风一转 不过啊 总体而言 案情还是向前推进的 我们已经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了 我相信 只要后续侦办工作能够细致 总能将真凶给挖出来 确定谋杀 需要夯实依据 如今这个依据已经出现了 说完 雷大王将手落在孔河的照片上 不管犯罪嫌疑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有一件事是不容争辩的 那就是他和孔河关系非浅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突破口 雷大炮所说 正是我此时所想 目前 我们的确没有找到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性别 身份的线索 可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 无论是谁在梧桐林中跟孔河有过亲密接触 有一点不容争辩 他一定跟孔河有着密切交往 只要接下来的工作 沿着孔河的关系网查找 保不齐就有重大的收获 从而将真凶绳之以法 非局 那我们先忙去了 时间不等人 必须争分夺秒 我和李健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就想离开办公室 等一下 雷大炮叫住我们 灵力射人的目光 在我和李健脸上来回扫视 才严肃的说道 卷宗 我已经仔细看过 也了解了这起连环案的全部案情 不得不说让你们两个负责起 这个案子是明智的选择 雷学 这个时候您就不要再打趣了 这始终无法打开突破口 已经让我和疯子被赶害颜了 李健说出此话时有些尴尬 话不能这样说 现在你们不是已经从孔河案中找到突破口了吗 雷大炮摆摆手 再说 我所指的也并非这个 而是你们根据上一起案件中隐性线索 推导出下一起的案情的事情 若非你们两个分心五行之说 我们短时间内怕是很难找到恐吓的尸体 更不会把案情做出推进 雷学 那都是疯子的功劳 雷学 一切靠健哥的启发 好了 你们两个就不要相互谦让了 雷大炮是以我们到此为止 许峰 李健 我之所以跟你们两个说起这个 一来是的确表扬你们 截止到目前你们做的还很好 二来 就是让你们松一松紧绷的那根弦 算上小莫的父母 如今这一起连环爱 已经应全了五行 意味着接下来不会有人遇害了 这何多何少 会让我们松口气 所以接下来的侦查工作 你们也要适当的做出调整 雷学 您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们 李健朝我眨了眨眼睛 我当然明白李健的意思 于是就问的更深了一些 雷学 是不是学校方面施加了什么压力 你们两个是不是 是不是长得狗鼻子 这也能让你们闻出来 戏念一句雷大炮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实话跟你们说吧 今天早晨接到省厅的电话 厅长意思很明确 让我们尽力以低调的方式和手段 侦破十大的这个案子 是阎副校长上省厅报告施压吧 我不屑的撇了撇嘴 什么报告不报告的 你小子以后少说这种怪话 瞪了我一眼 雷大炮继续说 不管是厅长 还是省厅教育厅的顶岛 你或是那个严副校长 这么做都是无可知摘的 他们的初衷 是为了降低负面影响 避免给学生造成恐慌 再者说 最近十大的校庆日就到 省里市里都有很多部门 还有很多领导会频繁去学校市场 所以说我们是在按照常规正常省去办 可是有些方面 也要多多的顾忌啊 知道了雷军 接下来我们会注意的 李健直接做了保证 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 去忙吧 这有任何问题 我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雷大炮说完 翻起了试检报告 这算不算官僚主义啊 走出办公室 我朝着李健抱怨一句 孝庆 孝庆能有人命大吗 还有那个严副校长 方子 话不能这样说 李健拍了拍我的肩膀 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人命是大 可孝庆同样也不小啊 这两件事相本来就不能混入一谈 学校有学校的正常工作 不能因为案子全方面的账簿和妥协 再说 人家校方已经给予很大的支持了 我们也应该体谅一下他们的难处 如果非要较真的话 是他接二连三的学生遇害 我们就应该不吃不喝 不睡觉的去查案 你觉得这可能吗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生气严副校长的这种做法 不再气味 不知其苦 如果把你换作那个位置 你可能做的比他还要过分呢 或许吧 换位思考 让我消微得泄气 剑哥 案子到这个地步 我们应该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工作了 蹦的 我觉得吧 不用再商量什么 既然图不考只有一个 那就集中全力 把这考撕开 李健说完 狠狠钻了钻拳头 拍插走访 调取这些工作我也不在行 一切就听你安排吧 那好吧 李健点点头 指了指我的眼睛 看你熬的 都快成国宝了 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是想休息 可现在怕不行啊 怎么了 我得去一趟师傅家 疯子 这事雷居知道吗 我没向他汇报 说完 我才意识到李健话中有另外一层意思 所以赶紧做了说明 放心吧 我不会违反纪律的 那就好 对了 我实在是抽不开身的 你过去之后 待会像苏老和小莫不得好 就说结汗之后 我再登门拜访 好 那我先走了 坐上粗粗粗后 我脑海中所思所想 都是关于五行之说的事情 苏禅一 林清宇 齐亮 吕静 孔和 五个人的死亡 分别对应上了金木水火土 按理说 李健和雷大炮所说是没有错误的 五行最全 凶手 准手便不会再犯案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案子还没有彻底结束 乐观的背后是令人不安的隐忧 我能确定 施大案跟二十多年前的车祸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其实又是独立的 就拿寻找孔和来说 倘若不是将案件拆分开来看 恐怕是到现在 我们都无法将案情做出推进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根据提示 施大的已发案件 都会对寄发案件做出提示 可那起车祸案 却没有类似的象征 这是不是意味着 施大还会有两名学生遇害呢 我知道 在没有确实依据的情况下 这种念头很荒唐 可人命关天 我不得不思考周全 但愿去师父家能够找到答案吧 我来到师父家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弄清楚苏禅一和林清雨的性格 看看是否能够与五行之书相契合 顺便再多探寻一些 关于他们的往事 或许这几天连续奋战太累了 当师父和苏默见到我这张脸的时候 都是忍不住大吃了一惊 疯子 你这是几天没洗澡了 苏默玩意一句 随后给我拿条毛巾 赶紧 先去洗个澡 实际上都馊了 小默 不是我不想洗啊 这真没这个时间 我也想洗个这水澡 然后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 可这根本就不现实 洗个澡能用多长时间呢 现在就去 苏默又彰显了他霸道的一面 你就不要折腾小疯了 但凡有可能 谁愿意这么拉里达达的 制止苏默之后 师父朝我挥挥手 来 坐下 时间紧迫 落座之后 我直接将案情做了粗略的介绍 当然 任何委婉距离的细节 我都没有透露 这么看 知道这些案子 还真是够棘手的 师父沉淫了一下问我 你这个时候过来 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师父 什么都不用做 我只是想 向您了解一下 叔叔阿姨的事情 禅一和清语 嗯 我点头 把路上所想 一股脑子倒了出来 他们什么性格 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苏默始终站在一侧 这个时候 忍不出问了出来 小默 你知道 这是警罪的纪律 有些事情 太过的细节呢 我不便透露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些都是跟案子密切有关 好吧 那我就不问了 苏默有些不甘心的点点头 警告了我一句 不过结案之后 你必须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与苏默的迫切 好奇不同 师父的表情 却一直都很淡然 包括在讲述苏禅一和林清语 生前的事情的时候 情绪也没有太多的波澜 通过师父的讲述 我得知了苏禅一 是一个刚直不阿 爱憎分明的人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都讲求光明磊落 眼里揉不得一丁点沙子 相较于个性鲜明的苏禅一来说 林清语给人的印象是两面性的 有的人说 他是温婉 知性的 知书达理 善且仁义 柔弱的外表下 藏着其实是一颗直率 勇敢的心 而在某些人看来 他其实就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 感性的他 经常患得患失 在做人做事方面 经常表现优柔寡断 甚至在某些时候 还能从他身上溃到 古代时女子以夫为天的 雀弱和顺从 师父 在您看来 清语阿姨是个怎样的人 苏禅一 刚直性烈 对应五行之火 倒也贴切 可林清语 就显得有些勉强了 我必须问清楚才行 虽说林清语是禅一的妻子 是我的儿媳妇 但我并没有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吧 所以我对她不是十分了解 那你们总见过面吧 当然见过 而且次数还不少啊 那您就没有个直观印象 如果说直观印象的话 我更倾向人们对她的第一种评价 但你也知道 她是禅一的妻子 不可能对我不敬啊 我明白了 师父的话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可正如他所说 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如何探知他的真实面目呢 可能真的是我考虑多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啊 就这些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吃饭去 师父站起身 示意我去餐厅 今天炖了些牛骨汤 一会儿你多喝两碗 师父 我觉得两碗可能不够啊 每每说起苏茶医和林清语 师父脸上都会浮现出伤感之色 于是我便开了句玩笑 那就把衣锅都给你 喝不完 看我怎么收拾你 苏默在瞪着我 却没能掩饰出眼底的笑意 小默 你要是去当演员 非得饿死不可 难得放松的机会 我也开始贫了起来 那就不劳烦您老人家费心了 反正 话说到此 苏默从旁边把手机拿了起来 一眼扫过皱起眉头 李健打来的 该不会是找你吧 很不幸被你言中了 我手机没电了 把黑屏的手机在苏默眼前晃了晃 我直接接听了电话 疯子 有严重情况啊 你赶紧来钢厂这里 李健的声音很着急 现在吗 现在 说完 电话便挂断了 师父 小默 这顿饭怕是吃不成了 我知道这样离开很早兴 可我没有别的办法 饭什么时候吃都行 案子重要 赶紧去吧 师父把外套递给了我 饭吃不成 这汤得喝了 苏默端着碗 从厨房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 递给了我一个充电宝 咕咚咕咚 一口气 喝了个底朝天之后 嘴角的汤子都来不及擦 我便出门 下次多放点言 路上 我给李健打了个电话 得知他们在礼堂后面的化妆室抽屉里面 找到了孔和的手机 应该是孔和走势遗落下来的 由于处于静音状态 所以那晚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找到 查看之后发现了几个与之频繁联系的电话号码 与我刚刚得知这一消息的反应相同 李健当时也是喜上眉烧 因为找到了电话号码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等同于找到了与孔和发生密切关系的那个人 然而就在他们追查之后 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那几个电话都是打不通的 电话号码是八位数 属于固定号码 通过排查属于早些年的公共号段 也就是以前街头常见的IC电话卡 这种电话最初兴建于90年代末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大面积普及 当时的确很方便 不过后来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凡事都有个先后过程 城市的规划也是一样 所以繁华的市区里面 已经将这些东西拆除了 这与城乡结合的一些地方 则无人问津 比如钢掌这里 电话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 早已经变得斑驳不堪 只有那些掉色的案件证明 当初它曾经有过存在的价值 健哥情况怎么样 抵达钢掌后 我便下车为了情况 方子 在空壳手机里面发现了你的电话号码之后 我们立刻请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 确定这些电话都是电话亭的 可没想到 李健欲言又止 没想到什么 你自己看吧 李健指了指 电话线是断的 你们来的时候就这样 我走过去用强光手电照了照 线的确是断的 只有听筒在上面挂着 我们来了之后 曾经检查过 发现电话线就是断的 而且从断掉的痕迹来看 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 李健点点头 其他电话亭呢 全都一样了 健哥 你们有没有向新冠部门确认过 这几个IC电话能不能用 后段有没有被回收 应用起来 何时过了 李健点头 这座钢厂当年是出于环境治理 搬出闹市区的 可以说是吃了不少亏 出于补偿 政府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让步 包括PD 补贴建筑材料 以及附近这十余个IC电话亭 都归属他们钢厂私有了 毕竟那个时候手机还很少 厂就搬出市区那么远 所以要给钢厂工人创造 有类的条件吧 钢厂那边怎么说 电话向钢厂后勤负责门 做出了解释 据他们交代 随着时代发展 虽然没有人在用这种IC电话了 可后段还一直保留着 而且一直都在缴着相关费用 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电话线没断 还都能用啊 做了指纹提取没有 做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 李建说着 递给了我一张指纹膜 全是灰尘 我仔细看了看 发现上面除了一些灰尘之外 并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存在 这也就意味着 没有人碰过这个电话 我的第一反应 是使用电话的人 是不是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比如戴了手套之类的 这样也就能够将指纹完美的掩饰掉 但当我仔仔细细的扫射之后 发现听筒上面不存在任何动过的痕迹 这就意味着真的没人动过这部电话 既然如此 电话又是怎么打给恐吓的呢 大家好 我是响鲁飞飞 感谢大家喜欢我的故事 喜欢听我的小说 我现在正在做咖啡 有黑咖啡 素溶咖啡 还有肝果一类的小食品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加我的微信号吧 4044 59417 4044 59417 著名大脸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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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